我老公对我这方面 对 因为我当初是 认识他的时候 刚刚是大二 大学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我之前一生没有他 我的理想就是说 要一直就是在学业上面 一直念书 一直读书 然后读那个硕士 读博士 因为你成绩很好 对 然后以前成绩就很好 然后这二十几年 也没有做别的事情 就只是在读书而已 我也不会做别的 你算是学霸那种吗 算吧 就是不怎么努力 但学得还不错 他保送研究所 对 然后一上大学 我的目标都很明确 我要保送研究所 然后研究所念完之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能再会念博士 然后以后也不想 走入社会工作 念到念不下去的时候 就留校当老师 教书 对 那智里名言就是说 是读我的书 花我爸的钱 让他哭去 就是不太有别的 人生目标就是很简单 就是没有想到要做别的事情 对 没有想到做别的事情 然后我也觉得这样很好 然后也为此一直在努力 然后当我觉得 刚刚到大二的时候 大三 马上就有可能要 准备要保送的 做一些保送工作的时候 突然认识的士蓬哥了 怎么认识 你们在哪里认识的 朋友介绍的 就被熟人推下火坑的那种 但是介绍 因为看起来是不会有交集 感觉上是完全合纳的 对 我们在介绍 我们认识的那个人 是我的父辈 跟他是平辈 你知道吗 就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个人 差一截 对 是我干爹 但是我干爹跟他是朋友 平辈的朋友 那你跟士蓬哥在一起 会不会有一种 跟干爹在一起的问题 没有 就是如果 不是说介绍男朋友 还蛮直接的问题 还好吧 大家女生会想要了解这个问题 差几岁 差16岁 16岁 但是干爹的天 应该是喝多了我觉得 对 如果我们是 不是以这种关系认识 平常如果吃饭碰到的话 可能就会叫士蓬叔叔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是 一开始他追你嘛 介绍以后 对 然后他就很快跟我 求婚要为一时兴起也答应了 一时兴起 哪个时候很快是多快给你求婚 差不多是三个月左右 就求婚之前 我们只见过两次面 散婚 那你也就很大胆地这样嫁给了他 等于说你后面的人生的规划 你都放心 直接就打破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念研究所 结婚的时候 已经大二下学期了 还要念大三大四 然后结婚 如果要念研究所的话 我们那时候是要念三年的 你学的是什么 我学新闻传媒的 大宗 对 然后要学三年 如果这样子 两地分居要五年 我觉得应该 等不了那么久 等不了那么久 那我如果要得到爱情的话 要婚姻美满的话 可能要放弃人生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整个就放弃了 我的人生的理想 就觉得来台湾 我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我可能只是相夫教主 在家里当个黄脸婆 可是那时候来之后 有那么两年的时间 很苦闷 就觉得因为太年轻了 每天在家里 你就觉得 天哪 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了 到这里就结束了 以后的日子都这样子 而且朋友都在别的地方 对 然后特别是 然后看到同学 然后坐在主播台 或者因为我们都学传媒的 然后有当主播的 然后有当电台工作的 记者 也有跟我 也有是理想跟我一样 然后就进一步 再去保送研究所修 在学业方面 有所修文那一种的 然后觉得 如果当初没有结婚 那我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现在也跟他们一样 对 妳当年结婚是22 22 太年轻了吧 22 妳们三个月的话 敢这样做吗 一定不敢 都忍不住想问舒子晨 现在几岁 我现在27岁 不是 22岁 这个是蛮敢的 还是学生身份 对 那个时候还是学生身份 结婚 领了证第二天 照常去上课 不敢跟任何人讲 但是家人应该知道 家人知道 但不敢跟同学讲 同学会以为你疯了吧 他不敢讲 他改变妳的整个人生 对 他改变我的整个人生 然后我也为他放弃了 就是我的一些人生计划 跟理想 然后有一段时间很苦闷 那段时间没事就陪他去拍戏 陪他去看 就是陪他 就陪在他旁边 对 然后当助理 当司机 这样子的 后来突然有一天 他制作人打电话给他说 你老婆最近有没有空 我老公说干嘛 他说我们有个角色 希望他来串一下 我老公就问我说 你要去吗 我说好啊 好啊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自己 会不会做这件事情 终于有事可以做了 终于有事做了 有人要给我一份工作了 我不用在家里待着了 你也没问角色是什么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制作人去说 你可以吗 我说行行行行 可以可以 立刻就去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 也没有什么 我就看了 看事某某某 而且也很轻松 这么多年 没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 是不是 我觉得演戏很轻松 然后就觉得 整个作业模式 应该是很简单一件事情 我觉得好在那个时候 没有想太多 就那种无知者无畏的感觉 对 也很顺利的演 然后可能因为 太轻松了 太自然了 大家反应还不错 就从客串变成主角 就一直演下去了 就误打误撞 误打误撞 对 就一直演下去 然后观众的反应也很好 结果就 就一直连拍了两档 对 就这样子 原来这样误打误撞 其实我觉得 后来回想起来 其实还蛮感谢我老公的 因为如果没有他 你现在可能还在念书 对 因为他 对 他给了我一个 就是新的一个方向 对 而且他生活中 也是那种 会影响到你的 比如他做人做事的一些方式 包括他演戏的一些方式 他也会给你一些 教导之类的东西 以前他16岁 对 他的经验老到 很老到吧 不是 因为16岁 这个差距 好美常老到 少走冤枉路 这个好 这个算是起发 对 算是起发 可是我刚开始 我以为它是我的绊脚石 那时候不觉得是绊脚石 是一座大山你知道吗 倒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面 然后我都已经放弃了 我做不了云构 好像要步入家庭 对 然后已经放弃了 没想到 他给我开阔了另一个世界 然后他也很支持 徐国座这件事情 那算帮 帮到帮 因为像 像我们在同一个行业 会彼此多一点理解 跟那个支持 这倒是真的 但也有一方面 会彼此给彼此那个 一点动力跟压力 比如说 比如说他是我老公 那我去拍戏的时候 我会想说 不行 不行 我不能演不好 我会丢侍鹏哥的脸 对 我就觉得 天哪 我不能让人家觉得 我是他老婆 就可以随便乱演 这样子 你会想要跟他较劲 会 可是我觉得较劲方面 我觉得男生的那方面 会比较多一点点 像我是觉得 你们有同框过吗 有 但我们都不同心 但有一次会那种 碰到葬礼 大家都来了 大堆头的那一种 买大堆头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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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夫妻 要隔很远 有没有 对 你根本 你不同挂的 你是这一边的 他跟他的女朋友 我带我的小王这样 好刺激 好刺激 但我老公的发现 我开始并不觉得 他会有什么压力或什么 直到有一次 我去我婆婆家 我婆婆 我婆婆就一直以为 我听不懂台语 我是听得懂的 我想我都拍了这么久 台语戏 我怎么会听不懂台语 对 但婆婆面前有的时候 你要装听不懂 所以我常常在装 听不懂的状态 我婆婆就一直觉得 我听不懂 她就有一天 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用台语跟我老公讲 说 你加把劲 我现在初期邻居都说 你小心眼的好棒 大家都好喜欢她 你自己要努力一点 要好好演 她在闽南语讲 对 她用闽南语跟我老公讲 然后我老公就有点干 因为我老公知道我听得懂 但我那时候装 听不懂我在看电视 这个时候一定要装 听不懂 你把婆婆当白痴 千然的演技 魂然天成的好演技 你心里很爽 我心里当然 你老公心里 一定很不适滋味 你可以拿一杯茶 跟侍奉哥敬一遍 你觉得 对 然后下楼梯的时候 我故意又激了她一下 我说 刚刚妈妈跟你讲什么 然后我老公说 你不都听到了 我说 是啊 你还想要她附送一遍 对 我想要她附送一遍 是这种 好学生才会有这种恶习 老师 你刚刚说我什么 好 今天成绩 你没有了 谢谢老师 学霸问题 其实也没有很努力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 不足的地方 我以后会更好的 谢谢你 我觉得有一方面 我们会彼此激励 彼此就是给彼此压力量 互相较劲会更好 但我觉得还有一方面 我们会彼此理解 比如说在拍亲热戏这部分 但我没有在演戏的时候 她拍亲热戏的时候 我还是那种 你知道吗 她拍亲热戏 我坚决不到场那种 我让人觉得我很大度 她那段戏在谈恋爱 不管我心里面多不舒服 她那段戏性 我都永远都不会去 可是妳会不舒服吗 她亲热戏的话 我嘴上那也不会讲 但我心里会 一定会不舒服的吧 我一个人在家里 老大一跪 可是亲热戏也有分演得好 演得不好的 她都演很好 她真的演很好 很投入 都有带感情在演 都有带感情的 她到什么程度 就是亲 她的亲热戏如果是要演好 她的尺度大概到哪 就是亲 对 她们也会演床戏 她尺度还蛮大的 真的 对 就是裸体这样 对 而且你知道这种 我们那种戏 它是一档戏 是不停的在谈恋爱 然后不停的要再换女朋友 不停的在结婚 知道吗 她是演A片吗 还是 她是想去演 怎么会有这种剧本 像女巨都大概是这样子 对 像女巨 对 小生都是不停的谈恋爱 不停的换女朋友 一部戏可以结七次婚 对 而且都跟不一样的人 对 所以你知道她 好想去演戏 是不是 我刚才也说 她好想去演戏 你是饥渴多久 你刚才在吵 大家都好快就结婚了 想问我在干嘛 我心里在家里就很不舒服 就去挠大衣柜 你知道吗 表面上妖妆 老公你回来了 今天要顺利吗 顺利 就一句话不会多问的那种 我会自己在心里面 不要让她有压力 不舒服 但是表面的妖妆很大度 不是做面子了 并不是 不要有压力 并不是真的不介意 对 心里会不舒服 但当自己在演的时候 原来情乐戏是这样子的 很痛苦 你有演情乐戏 有 很多 比如说我常常 因为我是大部分我是演坏女人 坏女人就必做的功课 就是偷情 我常常在偷情 而且要主动 对不对 对 你干嘛 把重点讲出来 没有 因为你坏女人 还要等人家来 你一定是自己踢上去 高引对方 然后有段时间 常常在泡鸳鸯浴 平时在看别人在演戏的时候 觉得一定会 还是她蛮享受 可是当自己在拍的时候 我觉得天哪 真的很痛苦 像我们泡鸳鸳 有泡温泉你知道吗 有一场戏是泡温泉的 然后你知道工作人员 为了制造那个温泉 因为我们在饭店里拍 但是它出来的不是温泉 那水不够 不是白色的 烟不够 不够了 所以它就往水里面倒奶粉 倒一大罐的奶粉 它没有那个水 看起来像是温泉 很白的 不是 也必要省 倒牛奶就好了 你买盒装牛奶 你倒奶粉不是会结块吗 不会 它会融在热水里面 牛奶可能它那个 才会调那个浓度比较方便 那个奶粉会比较浓 第一天入行 對啊 你到底要怎么搞 奶粉会比较好 倒就是用奶粉 奶粉便宜 真的要泡 也很大便宜 泡下去一整天 天啊 牛奶浴也多好 重点是对象是谁 你跟谁泡 我说来听听 吴玲珊 也是专门演壞人的那个 玲珊大哥 以前他演安康 那个什么 康安康 对 所以就 其实还蛮痛苦 泡一天都泡呼囊了 你知道吗 手都皱皱的 然后你还要一直在 考虑 能浴巾会不会露出来 或怎么 所以你根本就是很痛苦 很煎熬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 那时候志朋哥 刚好在大陆拍戏 很长一段 三四五月都不在台湾 刚好那段时间我不停地在偷情 不停地在 演戏就是 冤阳玉不停偷情 对 冤阳玉不停在泡 你知道 泡到饱 然后就 她会在乎吗 我很担心她会在乎 所以我就每天在打电话 在关心她的情绪 也怕她那边情绪不好 影响她的工作 可是她从来都一通电话 不会打给我 不会问我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就给了我很大的空间 我就觉得天哪她很理解我 对 后来她终于拍戏回来 然后有一天晋鹏接我下宫 跟我那个小王擦肩而过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旁边 天哪 她都碰到了 然后我就很担心 她们会什么反应 你知道吗 所以志朋哥就很正 妳太入戏了吧 妳真的 妳又不是真的跟人家偷钱 對啊 妳是不是都要投入到自己身上 還是那是真的小王 太投入了 太投入了 投入什么 就擦肩了 肩膀撞肩膀 我会 因为我在休息室里 然后我余光有瞄到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很担心 志朋哥的反应 或者她会不舒服 或怎么样 结果她就很正常 也没有就是 很专业的 让我看见出她有什么 就是不舒服的状态 也没有跟我讲什么 反倒是我小王 后来偷偷跑过来 怎么办 小心 我好尴尬 我现在看到志朋哥 我不晓得该怎么跟她打招呼 可是真的有怎样 没有 怎么还要回来跟你讲 对啊 讲得好像 对啊 你完了 没有 刚拍完亲热戏 对 然后她难免 因为大家都认识 所以我觉得 夫妻是同行 我觉得 还是有一部分好处的 会互相鼓励 互相理解 互相激励 可以理解你的工作内容 对